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我是Sani 在星期四大跌之后,今天大盘整体反弹 大跌的第二天没有继续大跌,因为没有重大利空 美股在重大系统性风险出现时,一般会连续大阴线 而最近并没有特别大的利空 今天的反弹主要是蓝色30日线支撑反弹 但有不足之处,今天的反弹仍无法收复白色虚线 这条虚线是很久以前画的,是标普指数的上升趋势线 最近四个交易日收盘都在这条线下 这说明近三个月以来的45度角上涨行情 不再是稳定的上涨趋势了 同时呢,今天的阳线和昨天的阴线加起来 是身怀六奖K线组合 在高位出现这种K线组合,仍然没有摆脱偏看空的信号 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没有脱离危险期 值得注意的是,美股在形成头部出现做空信号时 经常反复和失败 而形成底部形态,比如头肩底,双底 出现看多信号时,则大概率成功 看空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那么,没有摆脱危险期,是不是就一定危险呢? 其实不一定 离开了稳定的上升通道 标普指数可以进入横盘整理,以时间换空间 主要目的是等待长期均线上行 使指数和年限的差距不至于大到离谱 在前几周,我就指出标普指数高于年限700点 历史上少见 标普不是一只能暴涨的指数 波动率小是标普最重要的特点 那么,上涨偏离年限700点,肯定会有调整压力 接下来,如果大盘强势整理 在5200一代上下1200点 也就是5000到5300之间震荡 是等待年限上来最好的办法 如果5000点以上迅速下跌,跌破5000 就有可能出现更大幅度的跌幅 从而破坏大的K线结构 美股想要走得稳 5000点以上盘两个月是非常必要的 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了快200点 收16248点 一天的涨跌 除非做日内交易 不然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纳斯越看越像是圆弧顶 但我也知道 美股大盘指数出现圆弧顶的概率极低 因为圆弧顶是缓慢出货的形态 盘子太大慢慢出货 对于个人来说 抛售出货很容易,一见平仓 但是机构呢,他要长年持股 美国的基金资金来源稳定 金主爸爸们不会轻易抛售啊 但是类似圆弧的K线组合 有一种上涨乏力 摇摇欲坠的感觉 下下调整的空间还是足够的 纳斯如果是下跌 最多可以跌到14000点年线附近 这个空间的杀伤力还是蛮大的 如果走势稳一点 也变成横盘 慢慢的等年线上行 那将会奠定今年下半年继续大涨的基础 具体怎么走呢 下周可能会有点眉目 每个月初商务部发布的非农数据 对美股、外汇、期货都有重要的影响 上个月的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30.3万 远高于经济学家预测的20到21万人 也就是说新增非农就业大超预期 从柱状图上看 美国每个月的新增就业稳定的增加 并没有看到就业市场出现放缓的情况 失业率如预期一样回落到3.8% 失业率只要是低于4% 鲍威尔都不会太过于紧张 也就不会急着放松政策 BEMO资本市场高级经济学家 Sale Guattari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美国劳动力市场似乎正在走强 而不是放缓 存在推迟美联储宽松政策的风险 就业数据发布后 债券收益率上升 市场上对6月份降息的概率开始下降 今年的降息可能是挂在驴面前的萝卜 它就是一直往前走 也总是吃不到那根萝卜 这张图大家看出什么玄机了没有 其实这个图是人工智能生成的 叫他挂一根萝卜在驴面前 调了半天 萝卜还是悬挂在半空中的 AI纹生图片的水平还达不到完美的水平 大家凑合着看吧 这次的非农数据不止失业率下降 就业增加 工资和劳动参与率也增加了 正在工作和正在找工作的人 占人口的比例 也就是劳动参与率上升到了62.7% 数据用白话说就是人们都出去上班工作 都能够找到工作 找到工作工资还有上涨 你说美联储为啥要降息呢 我还是认为加息看通胀 降息靠失业 不能说通胀放款就降息 而是失业上升才会降息 因此今年美国降息要靠下半年了 那加拿大就不一定了 加拿大今天公布的失业率飙升到6.1% 比美国差太多了 预计加拿大会比美国先降息 但是也不指望多伦多交易所的股票能跑赢美股 因为在多伦多上市的大型公司 通常也在美股两地上市 加股不太可能比美股好 加股在产业分部上面比较有限 高科技不足 传统金融 公共失业行业的个股占比比较大 比较多 因此呢 加拿大即使是先于美国降息 我看受到刺激的应该是房地产 而不是加股 加股里面有一只Spotify 同时也是一只美股个股 我的公开账户在去年买入过 赚了一小段就跑了 没想到这只股最近涨得挺凶 美国股市啊 时不时的跑出来翻倍股 实在是让人不敢轻易看空股市 更不敢做空股票了 Spotify涨这么好 主要是业绩好 一季度估计的收入是36.2亿 利润增长乐观 瑞银集团将Spotify的目标价从274美元 上调到375美元 美股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上市公司业绩要呈现上升趋势 有增长 则股票容易上涨 如果业绩前景堪忧 股价容易下跌 所以拿股票除了判断技术面 还是要看基本面业绩是不是增长 下个星期 美股将迎来新的一个财报季 财报出来之后 对股价形成新的扰动 有的股票会提前凭借乐观预期上涨 有的股票在财报公布后出现20%的涨幅 而且连大盘股也会因为超预期的财报 而跳空高开10%以上 因此 每逢财报季就有各种机会 同时也有爆雷的 下周财报季仍然是Delta航空 大银行这几个熟悉的老朋友先打头证 华尔街预计达美航空在一季度的收入是128.3亿 比去年同期只增长0.6% 美股收益34美分 航空股相对来说大行情比较少 营业收入和利润都没有想象空间 可以说航空股的机会并不大 说到达美航空 巴菲特也是在底部全部平仓 可见连股神也没办法驾驭航空股 下周五 富国银行 花旗银行 摩根大通的财报会比较重要 分析师预计 富国银行的收入增长放缓 盈利前景不确定 预计摩根大通季度营业收入407.8亿 同比增长6.3% 美股收益4.22美元 同比增长2.9% 进入财报季后 大科技股的财报才是重头戏 但是这会在4月中旬以后才会开始 美股一季度财报的总体前景如何呢 根据罗素投资的分析 2024年一季度标普500家公司 盈利和2023年一季度同比增长率是5%到10% 而大型投行对当前行情仍持乐观态度 摩根士丹利认为 美股上涨趋势并未停止 2024年以来 美股七大牛股里 苹果和特斯拉表现不佳 但指数仍能屡创新高 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 说到底啊 还是因为美股的市场宽度变化 上涨的股票变多了 2023年仅靠七巨头拉指数的情况 在2024年有所改变 摩根大通的文章认为 今年越来越多的其他股票上涨 美股七巨头的贡献度比重下降 去年指数的上涨点数有60%是七巨头贡献的 而今年呢 有66%的上涨是其他股票贡献的 因此从这个图上看 市场个股机会反而是更多了 推动美股上涨的主要因素 还是企业盈利的提高 美国经济并没有陷入衰退 指数成分股盈利增长 会推动股价和指数上涨 对于英伟达大涨特涨 摩根大通认为 泡沫不大 不必忧虑 用英伟达已经成几倍增长的盈利水平 去测算它的估值 即使在股价大涨之际 仍然是低于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平 盈利的增长倍数超过股价涨幅 估值泡沫不大 这个文章认为 标普看似涨幅很大了 但是实际上还会进一步上涨 人家给出了这张表 在过去50年中 如果指数在100天内上涨25%以上 那么在一年后 平均还会再涨15% 特斯拉在早盘的时候 被路透社披露说 要取消长期以来承诺的低价车型 也就是Model 2 那就是说 没有更廉价的特斯拉电动车型了 这个消息使得特斯拉逆大盘下跌 但是马斯克发推特说 路透社在撒谎 那到底特斯拉会不会推出Model 2 来挽救销量呢 至少2024年是不可能啊 就像前面讲的那样 业绩前景不佳 技术图形走下降通道 风险大于收益 有观众要求点评一下PLTR 但目前PLTR走的是宽幅震荡行情 没有多空信号 走势比较随机 基本面有一个利好 就是甲骨文与PLTR合作 共同为全球企业和政府机构 提供集成的鱼和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那这一合作结合了甲骨文的分布式 云计算能力和Planter的AI平台 帮助政府更有效的利用数据 提高运营效率 满足数据主权要求 并保持竞争优势 我感觉今年的AI概念还没有结束 还会继续炒作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如果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